今年8月 中共國務院 頒布一系列限制企業海外收購的措施 普航律師事務所分析師認為 19大後 資本管制措施仍會繼續 未來民企受到的限制會更多 早前中資發展商高價來港搶遞 他認為趨勢仍會持續 一方面香港投地有利可圖 另一方面也繞過了資本管制的影響 另外 中資在海外收購 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審查 比如高科技行業 美國政府都可能會介入審查 因這或涉及國家安全問題 大紀元記者梁珍 香港報導 介紹 全民樂園 展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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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